好吃的便当便当盒所不要再带走了 这是在宜兰的传艺中心 因为暑假时候门庭弱势 富有台湾特色风味参卖的非常夯 但是专卖铁路便当跟客难饭的餐厅 最近传出来 参观路客还有台客顺手牵扬 A走了便当铁盒 老板说这一个白铁做的便当盒 成本就要200块钱 铁路便当才卖130 如果说便当盒被A走的话 不仅没有赚钱还要赔钱 所以店长忍不住的哀求大家 手下留情 吃完便当之后 便当盒不要再A走了